可能這樣講是蠻單純化的 可是其實它裡面有一些蠻複雜的免疫的機制 那現在有的免疫學的研究是認為說 可能就是夫妻之間的白血球的抗原太相見 反而沒有辦法引發出可以保護寶寶的抗體 所以才會導致就是媽媽身體裡面 因為寶寶是一半是爸爸一半是媽媽媽 所以它會沒有辦法去保護 就是媽媽身體裡面的抗體去攻擊胎兒身上來自爸爸的抗原 所以會導致一些胎兒排斥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還在研究中的免疫學的機制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麼特別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大家有喜歡的流產 需要有建議他們做什麼的建議嗎 這個就蠻多元的 因為反覆性流產大概是流產兩次之後 就已經可以定義為是反覆性流產 那根據各大學會有建議的話 是有非常多的檢查藥組 包含一些抽血啊超音波的項目 那裡面他們就討論到免疫學的檢查 有很多還在研究中 跟就是他們已經部分建議的檢查方式 那免疫就包含在 可以考慮在這些人身上去做檢查 這樣子 這個還不是主要特別的檢查 為什麼會是這個嗎 像今天講這個 對 其實它是可以緩孕 但是它留不住寶寶 所以它就是已經經歷過四次的流產 那其實就我們所知啊 反覆性流產的人裡面 有一半可以找到原因 像是一些年齡啊 子宮的結構異常 或者一些 內分泌的問題 血栓疾病的問題 可是有另外一半的病人是完全找不到原因的 那這樣 他們就會有 就是很大的壓力嘛 對 他們會很想找原因 那免疫學就是一個可以切弱的角度 那免疫學可以做檢查就 蠻豐富蠻多元的 那今天特別提到的就是這個HLA的檢測 HLA檢測就是去檢測夫妻身上的自己 身上所帶有的HLA的抗原 然後我們去看它的相似性高還是低 就是根據剛剛所說的推測的可能性的話 高的話可能就會有帶來後續 反覆性流產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看到就是 夫妻之間的HLA的相似性是高的話 可能會跟他們討論 然後看看要不要來嘗試做一個檢測治療 那所謂的檢測治療就是 我們可能會從先生身上抽血 然後去做出一些離心過後做出一些製劑 然後可以這樣打在太太身上去做檢測的工作 那這個可能在 我另外都有一些人在嘗試這個治療 那台灣可能主要事情的因應有在做 那根據我們統計大概十年的數據 在高度相容性 高度的HLA相容性的武器 他們來做這個檢測治療 大概有江青六層的人 可以就是順利的就是 我才帶回寶寶這樣子 那都帶有的像是白血球上面的身份證 所以你也有的他也有 只是我們的長得不一樣 那但是就是夫妻之間要 就像我們做器官移植 他們就要去配對這個東西 那在夫妻之間他們也都會帶有這些HLA的抗原 只是說如果就是以前的研究吧 過去研究發現說 當他們兩個很類似的時候 就是有可能會變成說 太太身上沒有辦法產生保護寶寶的抗體 反而容易在懷孕過程排泄寶寶 而發生流暢 這是一個可能的學術 那整個這樣子 比如說如果他們是這樣子 然後接受你說做檢測這樣子的治療 其實是自費的 檢測也是自費的 那大概這樣整個療程下 大概會要在多少段位之內的 這個可能要看 首先他會做檢查 因為這個檢測 並不是一個很乳聽的檢測 所以他本身的成本會比較高 對 所以兩個夫妻做產 可能要一萬多塊 一萬多塊 對啊 就是如果說是順利的話 也許就會費用會比較低一點 對 只是就像我等一下實在裡面就提到 就是其實不運證治療 因為這個檢測跟這個反腹性流產的病人族群 是很高度重疊的 對 所以他們蠻多人都會是 同時面臨這兩個病症 不運證跟反腹性流產 因為最終的結果就是 你們辦法抱那個活產的抱抱回去嗎 對 所以其實他們有時候會兩個人 都是我們的病人族群 就是兩個方面都會同時出去 可能正遭受到不運證之苦 所以說換算下來就是 每六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 他有受到不運證的困擾 那這一個數據呢 就是各大的新聞媒體也都就是真相報了 不管是CEM或BBC或是英國衛報都有提到這個文獻這樣子 那這些不運證的族群的病人 其實就跟我們今天提到的反腹性流產的病人族群 有高度的重疊性 常常都是同時有不運證 然後又同時有反腹性流產的這些人 他們是都會就是因為都沒有辦法帶回活產的寶寶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在我們生殖醫學科接收咨詢和治療 那反腹性流產到底影響了多少的夫妻呢 大概美國的學會總計 大概有2%的育林夫婦 他們遭受到反腹性流產的影響 那這些人裡面呢 也許我們可以去找原因 可是有一半50%的病人是找不出原因的 我們現有的檢查可以根據他的年齡 去幫他做基因檢測 然後幫他看子宮腔的環境 檢測抗理脂質症候群啊 一些胎兒異常 內複蔽的異常或是血栓疾病 或者是感染這些都排除掉之後 還會有一半的人是找不到原因的 那針對這一半不明原因的反腹性流產的病患 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提供給他們 大概可以切入的角度 可能免疫學是一個可以切入的角度啦 其實這個對於反腹性流產的研究 從196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猛國發展了 那這個是1953年的那個諾貝爾生醫獎的那個得主 然後他就是一個 他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專門研究免疫相容性的一個學者 那從此之後就有非常多免疫學的研究 針對反腹性流產這個部分去做研究 那我們現在有知道可以做檢測大概有這一些啦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HLA 人類白細胞白血球的抗原 人類白血球的抗原 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會有的東西 那他就是一個我們白血球的身份證 那對於懷孕期間來說 他是可以讓媽媽的身體去辨識外來物的一個抗原 那寶寶身上呢 因為他是爸爸媽媽的中和母體嘛 所以他會帶有爸爸身上的 爸爸身上來源的人類白血球抗原 他會表現在他的細胞表面 那有一些研究就認為說 也許就是在部分的反腹性流產的病人族群 他們就是會針對這個寶寶身上 爸爸來源的抗原去發生一些母體的排斥 所以我大概是收集了近十年的數據 發現說呢就是夫妻之間的HLA 就是人類白血球抗原上面的相似性 大概在這個反腹性流產的病人族群裡面 有六成左右的病人 他們是有三對以上的相容性 就是高度相符的 所以這些人呢 我們會讓他們討論後續的治療方向 然後看他們是不是有想要 嘗試經驗性的減兵治療 那如果他們願意 然後也願意試試看這個治療選項的話 那我們就會從先生身上的抽血出來 後來是備制一些就是協定 然後在那個打回去太太身上 然後去做減兵的治療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經驗性的治療方法 所以它並不是針對反腹性流產的第一線治療 而是針對這些一直找不到原因 沒有其他治療方式 然後一直普云沒有辦法抱回寶寶的這些夫婦 而可以提供的一個治療選項 那接受就是經過這些治療 在我們這邊接受治療的夫婦啊 根據我們的統計大概有將近六成可以抱回寶寶 而這些人他可能是流產兩次三次四次 甚至有七八次的 然後都沒有辦法有一個活產的寶寶的這些夫婦 那他們可以得到一個活產的寶寶這樣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topic 就是在講關於反腹性流產 或者所謂習慣性流產 它的可能的因素 那我們會從免疫的角度切入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的案例 我是一個三十八歲的女性 她可以懷孕 她懷孕四次 但是她每次都流掉 沒有辦法留下寶寶 那當然就是一直反腹性流產 我們會幫她做各種的檢查 包含一些子宮的因素啊 或是一些內分泌的因素等等 那時候查不到原因 所以她當時的診斷 就是一個不免原因的反腹性流產 那後來我們就跟她討論 要不要再往免疫學方面去做檢查 然後建議她跟先生來做一個 人類白血蟲抗原的相伏性的測試 最後發現她跟她先生之間的人類白血蟲抗原的相伏性是高的 所以後來就跟她討論說 要不要再接受一個經驗性的減密治療 那她也同意了 所以後來治療過後 她就順利的生產了健康的寶寶 而且還生了兩個 好 那什麼是反腹性流產 反腹性流產 以目前的美國或是歐洲的學會定義 就是經歷兩次的流產 就可以稱為是反腹性流產的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 是WHO在今年4月時候所公告的一個數據 他們發現說全球目前有17.5%的成人遭受到補孕症之苦 也就是說每六個人就有一個人 他可能會受到補孕症的困擾 那這件事情呢 各大報也都相當的關注 包含CNNBBC 大概有10年以上的經驗跟數據 那我發現在這些反腹性流產的夫婦裡面呢 有六成左右的人 都是具有三對以上高度相容性的 所以說當然說你有這個發現 你有這個免疫學的發現 到底後續要不要做治療 還是要跟病人討論 做一些醫病共享決策的部分 那有些病人他們就願意嘗試來接受 這個經驗性的減免治療 然後就是從先生身上抽血 然後會去備治這個血液 然後去取出裡面的一些成分 然後最後打在太太的皮下去 引發一些輕度的免疫反應 做到減免治療 那在我們這邊接受了HLA的檢測 然後找出適合的病人族群 然後在同意接受經驗性減免治療的夫婦裡面呢 就有將近六成的病人 他們是可以順利活產帶回寶寶的喔 那這些人他們可能一直在經歷 兩次三次四次甚至七八次的流產 一直都沒有辦法順利有活產 其實在一些系統性文獻回顧也發現說 接受減免治療可以治療這個反覆性流產的病人 他們相對於沒有治療的那些夫婦呢 可以有三倍之多的活產率 那更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說 在亞洲的女性身上接受減免治療的話 可能相對於沒治療的人有五倍的活產率喔 所以在一些國際上的紅線研究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數據是支持這個治療 是有它存在的價值的 謝謝